3.每天醉生梦死不出门快到年底时 晨晨说要出去打工不在家过年了 让我帮她带好孩子 我答应了 于是一场法试下来 先生要了3800 说还是看在熟人的份上给打了八折的 然后给了一桶五金装的水 说让晨晨每天都要喝 喝了就好了 一晃三个月都要到了 晨晨还是足不出户 真是急死人 还不能说他 一说他就大吵大闹 还说要把我扔水库里去 吓得我都不敢出声了 虽然说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但也应该要有个度 该让晨晨去承担的责任 就应该由他去承担 不知道我的儿子晨晨 什么时候才能像个男人样挣钱养家糊口 我现在连眼泪都已经哭干了 结果看到刘阿姨苍老又无助的眼神 真让人心疼不已 可反过来说 他的儿子晨晨变成今天这样 都是他太溺爱引起的后果 眼看着家里的积蓄要花光了 我跟晨晨说让他出去打工挣点钱 媳妇孩子在家由我照顾就行了 我一开始不信 可看到晨晨这样 完全就像是中了鞋一般 于是咬咬牙 答应请风水先生过来看看 前几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让我们准备一笔钱去北京接晨晨 我一听3800都傻眼了 不过如果晨晨能好起来 觉得花了也是值得的 便打电话跟大儿子要了这笔钱